李鑿迪 李鑿迪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力量 力量 我拿回了自己的力量了吗 刚刚我提到那句话 人要开始学习当自己部分的上帝 这句话跟赛斯心法当中的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在过去 我们真的经常的怪罪给命运 对不对 怪罪给神 怪罪给上帝 怪罪给前世 怪罪给业障 医学上我们过去经常怪罪遗传 怪罪食物 或怪罪都是别人让我们生气的 但是 所有身心灵的学习 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各位 当你停止怪罪别人的时候 我不是要各位把脾气压抑下去 我也不是要你 本来有抱怨 心中还是很愤怒 但是不抱怨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要说的是 在过去以来 我们习惯把责任 把力量 通通推给别人 现在也许我们要改变了 各位 我想这也是佛法修行当中经常说的 直下承担 我是不是都在怪罪别人呢 难道我自己不需要面对我自己吗 那这个不好的命运 这个不好的人 这个不好的遭遇 各位 之前我们讲过有秘密这本书嘛 对不对 The Secret 它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各位 难道这件事 不是也是被你吸引过来的吗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常常也骂别人 都是你带坏我的孩子 各位其实没有 是你的孩子把人家带坏的 都是把人家带坏的 真的吗 各位 而说实话 是谁让你的孩子被别人带坏的 对 都是别人 都是别人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罪 都是别人引诱你的孩子 各位 我不是要责备大家 我没有那个意思 因为我们这里并不涉及对跟错 我们只是进一步的思考 当我们说 难道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我这里的责任不是说你有错 或是你该死 或是你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觉得 这的确跟你有关 而且可能是你的责任 我们要的是 各位拿回自己的力量 因为你一直怪罪别人 其实就表示 你根本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 就像以前我问过各位 也许你们会认识你们周到有些人 第一个怪政府 怪里长 怪爸爸 怪妈妈 怪社会 怪警察 怪楼下楼上的 你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 请问这样的人 不论他怪罪的人 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的还是错的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人活得很痛苦 而且这个人一点力量都没有 今天你有发动 做到你都没怪罪人 你厉害 各位今天如果你能做到 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是怪别人的 那表示什么 各位我不是要你逆来顺受 忍气吞声 因为你明白了 I create my own reality 而且这个明白不是叹得气 我明白是我干的啦 我明白是我的错啦 我明白都是我不好啦 我明白了都是我自己招来的 我明白了都是我不笨啦 都是我怎么样啦 我都怪我好了啦 各位不是那种明白 是那种叹 原来这件事是被我吸引来的 我明白了 我既然能吸引他 我也能叫他走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 我明白了 原来我创造我周遭一堆烂人 原来是 I create 是我创造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的爱我自己 原来是我创造的 原来是我创造的 原来是我吸引的 跟难道都是我的错吗 难道这又是我的责任吗 难道都要怪我吗 难道别人都不用负责吗 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在学习 我创造我自己实相的时候 跟人家在说 这又是我的错吗 难道这又是我吸引的吗 难道这也跟我有关吗 各位 不一样的境界 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哦 赛斯心法要说的是 它是一个觉察 它是一个观自在 它是一个观照到内在的 心灵的世界 而 我明白了 原来过去我一直认为是 A B C D E 现在我明白原来是我的潜意识 原来是我的负面信念 原来是我对生命的 那么多的紧张跟焦虑 造成我的高血压 原来是我内心累积了好多的恐惧 原来我心中放不下的 是那么多 原来我一直在压抑我自己 原来我一直在忍耐我的生活 原来我从来没有让自己真的快乐过 各位 那是一种开悟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讲拿回自己的力量的意思 不是说难道又是我的错吗 难道我被骗了 我被诈骗集团骗了 也是我的错吗 各位 没有人说是你的错 可是如果你明白了 因为你自己病急乱投医 或是因为你 这个 势力不周 或是因为你 其实是出于好意 想要让父母过好日子 可是你 方法用错了 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 这个事件是被我吸引过来的 那既然是我吸引的 各位我能吸引不同的事件吗 可以 原来我有力量 原来我过去以为我不能做到的 我都怪别人 怪老天的 其实是我的力量 好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各位 你们最近在看新闻报道 你们一定会觉得 有时候心情变得很不好 比如说讲到全世界的经济嘛 比如说之前提到欧洲 像西班牙跟希腊 大概年轻人的 比如说20岁到45岁之间 我快要不是年轻人的 好可怕 20岁到45岁之间的失业率是50% 年轻人两个 一个没有工作 那我们最近在看整个经济的数字嘛 包括台湾的这个 GDP嘛 包括大陆啦 美国好像经济都不好 今天早上我们在赛斯文化上一堂课叫 职业心理 我就提到一个概念 我说会不会很多人是在工作当中不快乐 各位工作本来是展现一个人灵魂的价值 展现一个人生命的喜悦跟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地方 可是大多数人的去工作是 血足侍旅 血足 消足 侍旅的那个 大多数人是去做一份工作 并没有被 凸显 你是谁 也并不是因为你的独特性 你的价值而你去做那份工作 而是不管你是阿猫阿狗 你去完成那份工作 所要发挥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在工作当中 是不快乐的 比如说很多 足科的工程师在之前 从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九点 那一个礼拜只修一个礼拜天的早上 礼拜天下午还要去上班 他们常常在讲叫用命换钱 用命换钱 可是如果你的工作 你工作了很久而发现 那不是你要的生活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过去在我们父母亲那个年代 是只要有工作做 管这个工作是符合我的兴趣 跟我的才能有没有关系 只要这个工作能赚钱 能养家活口我就去做啊 对不对 以前人是把自己的价值放掉的 只要这份工作能赚钱 只要这份工作如果社会地位好 如果能赚更多钱那当然更好 我不用去管我是谁 所以我今天跟我们的学员打一个比喻 各位 你是一只蜜蜂 你的天赋才能是采蜜 采蜜不是你的工作 采蜜是你的什么 生活乐趣 也是你的 生存的 凭借 可是蜜蜂采蜜不是他的工作哦 我常开玩笑 你给蜜蜂一只蜜蜂一顿蜂蜜 你跟他说你从今天开始不要采蜜了 那蜜蜂就会问你 那你给我一顿蜂蜜 我这一辈子 吃穿都够了 那我不采蜜我要干嘛 各位你听懂我的意思 所以蜜蜂采蜜 不是为了得到一顿的蜂蜜 他是为了得到什么 生命的喜悦 乐趣跟成就感 那就他生活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的蜜蜂不去采蜜了 因为做蜘蛛网有前途 蜘蛛网是应该蜘蛛去织的 可是因为织蜘蛛网 捕昆虫是最夯的行业 所以我们的蜜蜂去学织蜘蛛网了 去学当蜘蛛了 各位这就是他的工作 所以蜜蜂去织很多蜘蛛网 工作了一天 觉得很累又不快乐 因为那不是他的本行 也不是他喜欢的 然后领了一杯蜂蜜回家 各位听懂我的比喻吗 这就是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所谓的职场 所谓的人类的世界的工作 你不是因为你是谁 并我们讲教育是人本嘛 后来我们赛斯生心理的教育 讲到以心灵为本 那各位职业也是哦 工作也是哦 请问你的工作 是你随时可以被取代的 各位 你是不是蜜蜂 请问有没有人 蜘蛛网 蜘得比你好 有没有人更年轻 学历更高 有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工作 各位 比如说 将来也许有一天 有人赛斯心法比徐医师通透 有人讲课 讲得比徐医师好 一定会有 可是 那表示我被取代了吗 各位 徐医师的 低级笑话是谁能够 取代的 徐医师的无厘头 神经病 白目是谁能取代的 这样了解吗 我是因为我是我 而衍生出我的工作 而不是我牺牲了我是谁 去做一份工作 而现在所有的年轻人 没有去问我是谁 却去做一份工作 所以后来我在思维 所谓的经济的不好 所谓的失业率高 是集体心灵创造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集体心灵 在告诉现在的年轻人 我不要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我为了工作而牺牲我的生活 可是他变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各位 后来我发现 原来这一群年轻人 首先是要回来 找回自己的力量 他要去认识我是谁 今天你没有认识 你是一只蜜蜂 你去吃蜘蛛网 你吃了一辈子 最后退休了 给你一顿蜂蜜 你这一辈子 没有再采蜜 你没有再采蜜 而最后你每天吃的蜂蜜 过着你的退休生活 你不用担心吃穿 你失落了生命的价值 灵魂的意义 你白来世界一遭了 以前你是为了工作 而忘了你是谁 没有认识你是谁 因为为了工作 而失落你的生活 那退休之后 你有了足够的钱 来生活 可是你不是 因着你的生活 而产生你的价值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退休之后 也感觉不到生命的快乐 感觉自己生命没有重心 那真正 塞斯心法 运用在职场上 它是要先让你认识 你到底是一只鱼 你到底是一只蜜蜂 你到底是一只蜘蛛 还是你一只蜘蛛 每天去跟人家采蜜 蜘蛛采蜜有比人家厉害吗 用一八只脚吗 去采蜜比较厉害吗 一次可以采八朵花 是吗 所以很多年轻人 他不要跟父母一样 他不要进入职场 所以很多人失业了 可是失业 其实以身心灵角度来讲 某个部分是好的是对的 因为他要开始回来认识 我是谁 认识你到底是蜜蜂 还是蜘蛛 你要在你的工作当中 是展现你的特色 而不是牺牲了你自己的 兴趣 嗜好 独特性 去做一份你并不喜欢的工作 各位 很多人其实根本 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比如说最近不是 很多医生纷纷跑去医美吗 做医学美容嘛 然后医界大佬就开始担心嘛 以后外科都没有人啊 大家要开个盲藏 国内的外科医生不够 还要坐飞机到国外去开盲藏 开兰尾炎 Appendicitis 各位 那就讲说这些外科 是不是要给他加钱 因为现在当医生 好像收入没那么高 很多医生可能要转行干嘛的 可是后来我就讲一句话 当收入没那么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是真的热爱医学 还是热爱钱 还是热爱医疗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当现在的医生 收入没那么高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你是热爱钱 还是热爱医疗 还是热爱助人 还是热爱协助病患 还是热爱你的专业 各位 没错吧 是啊 所以说老实话 我不担心这个东西 因为那会成为很多人 你就去面对你自己 是啊 所以之前不是经济不景气 很多族客人才转行吗 我说对 因为不景气他才去思考 我要的是什么 各位 如果你的工作 钱又很多 地位又很高 可是偏偏到不是你的兴趣 不是你要的 我告诉各位 你赶快辞职 我没有第二个建议给你 因为你是一只蜜蜂 就算你蜘蛛网 吃得比蜘蛛好 就算你能做到 蜘蛛网 吃得比蜘蛛还要好 我不认为你会快乐 你明白吗 你只会告诉自己 我做到了 我做到 我是一只蜜蜂 可是我蜘蛛网 可以吃得比蜘蛛好 你做到了 可是你不会快乐 所以所谓的景气 是骗人的东西 因为不景气 你才会知道 你真的要的是什么 因为不景气 你会问自己 这份工作 真的是我要的吗 我如果连钱都没赚到 我又不喜欢这份工作 那我做它 我不是神经病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经济不景气 其背后是 身心灵的能量在运作 让这个人发现 像很多竹科 之前高收入的人 经济不景气了 他开始发现 这真的是我要的生活吗 这真的是我喜欢的工作吗 所以后来有些人回去继承爸爸的传统产业 有没有 有些人到哪里开民宿 有些人去转而自己 创业当老板 有些人开始去 发展自己的兴趣了 各位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 收入很好 社会地位又很高 可是你不喜欢 你赶快辞掉 因为有一天 这个工作会变不景气 那到时候 你一样会辞掉 宇宙要你去走上 你自己的 Value Fulfillment 价值完成 宇宙要你来 不是为了生存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不是要你来生存的 你不应该为了生存而奋斗 不应该 而且如果你只是为了生存而奋斗 我跟各位说 第一个你会很辛苦 第二个你不见得会活得很好 不会 宇宙要你回来认识你自己 宇宙要你回来 找回你自己的力量 可是我们过去 从来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就像那天我们在讲教育 我们教育缺乏信心教育 真的很少 我们的教育 是让孩子对自己有信心的 那力量也是一样 过去我们都把力量交出去 比如说 在赛斯心法里面 各位你们过去 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生命的经验 台风一来 我们突然觉得 诶 大自然好有力量 有没有 溪水暴涨啦 下雨量这么大啦 看到这边有灾情 那边有灾情啊 可是那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个 一个新闻的片段 他说这一次好像 瞬间雨量最高的是 一 一六五七 是不是 谁记得那个数字 一七五六 反正 一千七百多 还一千六百多 他说 瞬间这么高的雨量 下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都是惨重的灾情 所以这一次外国媒体的报导 有一个报导是这样子的 夭壽喔 台湾 什么地方下了这么大的雨量 可是灾情好像没有大家以为的 那么恐怖跟那么的全面毁灭性的 因为对外国的媒体来讲 任何地区只要下了那样的雨量 几乎全部是灭绝的 我看到这句话我才觉得 喔 原来我们这么棒耶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切入的角度不同了 同样的雨量 不管下在任何地方 对全世界各国的地方来讲 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可是因为这几年 我们台湾的进步也好 我们的努力也好 灾情架在我们这个地方 好像还OK 虽然那个和平村什么的 几乎全毁 可是人员好像三百人全都平安 我觉得我们好伟大 我觉得我们好伟大 我的看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刚讲经济不景气 反而让很多年轻人失业 年轻人失业在家是在问 我是谁 我要的是什么 而重新认识自己 在出发找了工作 才是真的他要的 他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回到讲大自然的力量 各位我们看到大自然很有力量 瞬间狂风 瞬间暴雨 瞬间下的那么超大的雨量 可是赛斯讲一句话 赛斯说 因为你们人类 从古到今 都是在跟大自然对抗 你们觉得大自然的力量 跟文明的力量在对抗 可是你们知道吗 大自然的力量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 共同的心灵的力量 原来大自然的力量 不是外在的力量 是内在的力量 原来是因为过去我们把人类的力量 规范在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小我里面 而我们没有认出 大自然海浪的力量 大自然狂风暴雨的力量 是我们心灵力量的外在显现 所以赛斯讲 当外在你看到大自然的力量 这么可怕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放掉你的小我 你应该去与那个力量 产生一个心灵上的连结 你应该去与那个力量 产生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而明白 那个所谓大自然的力量 不是为了摧毁你而来的 甚至某一个部分 它是来让你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 因为大自然是我们内在的 情绪的力量也好 感受的力量也好的 向外的投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有个个案 比如说来看我 跟我说 徐医师 我的血压好高喔 一百九两百 我就跟他讲 你看到了你焦虑的力量了吗 各位 刚听听说听懂了没有 有个人来看我 血压比如说两百一百九 我就跟他讲 你看到了你焦虑的力量了吗 你有没有发现 你内在其实有很多的焦虑 很多的担心 或很多的恐惧 而你这些担心恐惧的力量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 因为你把你的情绪 一直的压抑住 所以被你压抑住的 这些情绪的力量 以血压高的形式出现了 所以你看到了你 高血压的背后 你焦虑的力量了吗 来各位这个解释 跟之前大家的解释 有什么不一样 之前的解释是 高血压好可怕 万一我中风怎么办 有没有 疾病好可怕 我好脆弱 我好无力 我好恐惧 各位 面对高血压 我是无力感的 面对糖尿病 我是无力感的 有没有 面对癌症 我无力感的 可是如果经过身心灵的转化 你发现了你的高血压 是来自你焦虑的力量了吗 那各位 请问 产生焦虑的是谁 是谁 原来 不断产生焦虑能量的人是你 原来 让你的血压 增高的力量 背后的那个力量是谁 各位 一个伟大的大力士 绝对举不起来的是什么东西 自己 全世界最伟大的大力士 唯一举不起来的是自己 我怎么把自己举起来 各位你举给我看 我都不知道怎么举 大力士可不可能把自己比体重更重的东西举起来 可以吧 可以啊 他唯一举不起来的是什么 自己 因为自己是力量的来源 所以过去你认为 你一辈子要对抗的力量 你在对抗谁的力量 像有个人说 我好好怕我的老板 我好害怕我的老板 老板一讲话我就比比错 我说 你没有在害怕你老板 你在害怕你自己 各位 你没有在害怕你的老板 你在害怕 你自己 你在害怕你心中认为的老板 因为你把力量投射给的老板 你认为老板比你有力量 可是你怎么知道 老板需要你比你需要他更多 有没有老板被员工吃的死死的 有啊 各位 是员工需要老板比较多 还是老板需要员工比较多 那还不一定呢 没错吧 一个没有员工的老板 那老板要干嘛 各位 那很多员工没有老板 员工还可以自己做老板 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如果只有一个老板通通没有员工 这个老板大概没办法做什么事了 如果这一群员工 即可讲 我们不要老板 我们自己每个人来当老板 各位 是没有老板可以还是没有员工可以 你刚刚那个逻辑 我觉得是没有员工 没有老板是可以的 没有员工是不可以的 各位听懂了没有 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看到过你自己 你不断把你的力量投射出去 比如说有一个假设有一个家暴歌 对啊一个太太跟我说 其实我很怕我先生 我怕他打我 说傻瓜 你就是让他打你啊 就抓准那个时机快门一闪 留下家暴的证据 一次两次三次 你就可以肅请离婚了 各位 你那么傻哦 他万一把我打死 各位 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有警察楼干嘛的 先讲好请他在楼下等一下 等一下冲上来只要五秒钟 五秒钟你还不会被打死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为什么恐惧 你为什么焦虑 你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一个被家暴的父母 你怕打你 还巴不得他打你呢 因为他只要一打你 他就死定了 各位明白了没有 有材料你就当手 我船好好在等你 各位这样明白了吗 就像很多计程车司机下 都不怕酒后的乘客了 有没有很像 既然车司机都不怕了 为什么 你打我就可以踢到退休了 是啊 所以我刚讲很多时候 你其实以为 你在跟一个 力量对抗 各位人类认为 我们在跟大自然对抗 可是大自然是 我们内在心灵的力量 好我们在跟疾病对抗 我们认为疾病很有力量 各位疾病是谁的力量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可能疾病是你自己的力量 你所不认识的 压抑的 扭曲的 你的unknown的 力量 你未知的unknown power 有没有可能你一直在对抗的力量 是你不断投射出去的 你在跟自己对抗 你在跟自己生气 你在跟自己过不去 各位 好所以刚讲 我们一辈子 我们把力量投射出去了 你拿回自己力量了吗 好回到大自然的部分 再次说 在我们经历了很多大自然的灾难 或是 很多我们跟大自然的力量感受的时候 你应该把自己放开你的小我 我与所有的大自然力量合一 合一 合一叫oneness 风雨的力量 就是我内在心灵的力量 大自然的力量 是我未知的心灵的潜力 好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读历史 读历史你们会知道埃及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条河 叫什么 尼罗河 那尼罗河 或是中国历史 很有名的一条河 叫黄河 每次黄河改道 都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人 可是 尼罗河也孕育了埃及的文明 为什么 每一次的泛滥 每一次的河水的一个灾难 都让土壤更肥沃 也养活了埃及 从古至今 几万年来的埃及人民 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吗 我们凡事 我们都只看到了负面的那一面 什么叫河水的泛滥 河水的泛滥 带来了所有土壤的肥沃 所以整个埃及的尼罗河流过的区域 通通是 农作物 最丰盛的区域 我们以为我们在跟一个力量对抗 可是那是我们内心更大的力量 所以在思心法里面 在我们的学习里面 我会问学员一句话 你在恐惧大自然吗 可是你有没有从大自然里面 跟大自然 oneness 你有没有从 地水火风 金木水火土 有没有从 大自然的力量当中 得到你的力量 因为那跟你本来就是没有分开的 各位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认为 死亡疾病很有力量 各位这个世界谁能对抗死亡 其实死亡那么伟大 想长生不老也死了啊 可是各位 请问让你死亡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 你害怕疾病害怕死亡 可是在赛斯书里面 赛斯提到了 各位 死亡是因为生命想要重生 死亡的力量来自生命 因为没有死亡 就没有重生 所以是为了重生才死亡了 各位明白吗 而不是死亡 夺走了生命 是因为生命要持续 生命要更换它的形式 生命要换一个新的肉体 生命要通过不同的角色 体验人生 所以必须要有死亡 原来死亡是肉体的新陈代谢 死亡是灵魂的新陈代谢 各位你们知道新陈代谢吗 喝了水变成尿嘛 吃了食物便大便嘛 对不对 你们知道 你们认为的 头脑以为肉体的死亡 原来是灵魂的新陈代谢 各位 头皮细胞没有死亡 就不会有头皮屑吧 我看一下我们的头皮屑 好像还好 头皮细胞如果没有死亡 就不会有头皮屑 灵魂没有死亡 灵魂不会死 肉体没有死亡 灵魂就不会永生 它叫做灵魂的新陈代谢 因为灵魂要转变其角色 增加其体验 藉由肉体的死亡 而达到生命的重生 所以死亡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 谁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各位开悟了没有 但我不会说我这样说完了 你们就不恐惧死亡 我比各位更恐惧死亡 好不好 我很恐惧我父母死亡 可是 如果你明白 死亡是灵魂重生的力量 你就拿回自己的力量了 当你在恐惧死亡 只用小我在想 当你面对了死亡 而了解到 原来死亡是生命的力量的展现 死亡不是夺去生命 死亡是让生命重生 而且生命必须经由死亡 才能重生 各位 请问当你有这个概念 你对死亡的认识 一样了吗 完全不一样了 各位明白了没有 你就可以从死亡当中 拿回力量 我们常常讲 别人 有钱有势的人 比我有力量 各位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有钱有势的人 真的比你有力量吗 是啊 别人真的比你有力量吗 各位没有 徐医师从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相信 所谓的Personal Power 每一个个体是最有力量的 好我们讲到各位 人有身份差别没有错 有人是总统 有人是乞丐 有人一个月赚一百万 有人一年赚不到十万 人的身份地位 人的职业 的确有高低 可是 人的心灵的力量 对不起没有高低 这就是佛陀一直在讲的 众生平等的意思 也许各位 你们今天你的行业不如别人 你的收入不如别人 你的身份地位不如别人 人家是 立法委员 是 行政院的秘书长 打个电话 可以有八千多万 对不对 但是 听说那支录音笔 现在卖得很好啊 这也是意外 触发产业的一个过程吗 对啊 我听说那支录音笔 现在都缺货 因为大家都说 我要录到 那个 秘书长对话的那支录音笔 对不对 一刀毙命 各位你认为 有钱有势的人比你有力量 有身份地位的人 比你有力量 真的吗 一支录音笔就一刀毙命了啊 你赚你的钱 你反而心安理得啊 你不用担心被录音啊 各位了解吗 你不用担心被录音 是啊 所以我可以说 身份地位有世俗的标准 收入也有世俗的标准 事业也有成功跟失败 小孩也有厉害到不厉害的 但是以心灵的力量而言 没有人比你有力量 这是我们在赛斯思想一直强调的 各位 如果你今天认为别人比你有力量 你认为有钱有势的人比你有力量 你认为总统比你有力量 政府比你有力量 对不起你错了 当进入赛斯心法之后 我一直告诉自己 尤其是个人实相的本质 那三句话 我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啦 第一句话是 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各位 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 除非你的信念把你框住你自己 第二个 自己既无分割也无区隔 本质上你跟我 并没有分割也没有区隔 你跟大自然 你跟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跟空气 你跟水 既无分割也无区隔 你跟所有的宇宙万物 都是一体的 你跟你认为有力量的人是一体的 他的力量其实就是你的力量 自己既无分割也无区隔 各位第三句话是 你的实相 乃是由你自己一手所造 所以我很喜欢 很多人问我 其实塞斯心法是什么 各位我会很简单的说 塞斯心法是 帮助每一个学习的人 拿回自己的力量 这很简单 让你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让你有创造实相的力量 甚至让你有表达自己的力量 各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一定要强调表达 每个人都要有表达自己的力量 要有做自己的力量 要有相信自己 信任自己的力量 要有喜悦的力量 有幽默的力量 尤其是表达自己 那天我在三音峰会上课的时候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 做两个冥想练习 还记得吗 第一个冥想练习 就是安静地坐着或躺着 调整你的呼吸 然后在你的内心 默定一句话 告诉自己哪一句话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来 大家跟我做一遍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有一次我在引导个案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他死都不说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他永远就说我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是一个还好的人 我是一个OK的人 我是一个还不赖的人 他永远不敢说出那句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各位 有没有 他没有拿回自己的力量 各位 你现在可以不够好 我以为我说的是什么 本质 我没有说你的成就很高 我没有说你表现多优秀 我没有说你多棒 我没有说你的本质 我是一个什么 非常好的人 来 第二个练习是 安静的坐着或躺着 当然 能坐的最好 因为躺着会睡着 调整你的呼吸 眼观鼻 鼻观心 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下面一句话是 表达 各位 表达是好的 是对的 是安全的 你表达的内容 对不对 不知道 表达是对的 表达是好的 表达是安全的 而当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你也展现了宇宙的部分能量 因为在座的每个人 你们都是宇宙的部分能量 你不是只是你自己 所以徐医师有一本书 叫我不只是我吗 各位 你不是只是你自己 当你在做你自己的时候 你也在展现 身为宇宙一部分能量的创造力 所以宇宙透过你 在丰富他自己 你说你重要 以前我讲过 这个世界七十亿人口 缺你一个 少一个 不可以 没你不行 有这么多人 就是要多你一个 为什么 因为你是独特的 宇宙透过你 是你自己 而 表达它的丰富 所以各位 你不是只是做你自己 比如说 当我在做我自己 各位 我不是我自己 我是宇宙的一个 能量的表达 当你们在做你们自己的时候 你也是宇宙能量的表达 各位 那请问你表达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我的表达 因为 我是宇宙的部分能量 你也是宇宙的部分能量 那宇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能量 是 是 所以你好 我好 大家一起好 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还记不记得 我要给你赢 我也没输 我也要给你赢 我也没错 你们记起来 我要让你赢 我也没有输 你是对的 我也没有错 各位 就寻求 交集 共同的地方 而不是你对我错 永远你对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要让你对 我也没有错 我要让你赢 我也没有输 各位 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智慧 跟你要学习的部分 所以我刚刚讲 在我们的 这个刚刚的练习当中 表达是好的 是对的 而且是安全的 而且当你在表达的时候 你也 跟宇宙连结了 好 各位回到 力量 我找回自己的力量了吗 很多人相信 表达自己是不安全的 多说多错 不说不错 少说少错 对不对 多做多错 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 从小到大 举手的那个人都被骂 发表意见都被攻击 那时候我就做一个例子 来 大姐你是深蓝还是深绿的 你是偏蓝还是偏绿 你告诉我 她不敢讲 因为表达是什么 不安全的 因为如果她说她是深绿的 糟糕了 如果在座有深蓝的 等一下就会跟她说 大姐你怎么可以是深绿的 绿那么烂 你还深绿的 你这样的绿可以吗 对不对 那如果她说她是深蓝的 哇 等一下有深绿的人就过来了 大姐你这样深蓝的 现在蓝的做得那么糟糕 我们的阿扁总统贪污 那个民调都还没调到 马英九不贪污的那么低 你还深蓝 你深蓝个什么啊 她敢不敢说 因为表达是什么 不安全的 好 但是以赛斯心法 各位 你不表达 你不会有力量 再次的力量在于 表达是安全的 你必须先建立信念 因为信念 创造 实相 你做你的深蓝 你不要否定我的深绿 明白了没有 你可以告诉她 你是对的 我也没有错 你投你的 我投我的 回家 不见得我们一定要吵架啊 人如何包容不同的意见 接纳多元的声音 你是对的 我也没有错 我让你赢 我也没有输 有没有 不是一个 零 零一的游戏 不是 是如何在所有的沟通里面 找到它的平衡点 好 拿回自己的力量 生命即表达 可是太多人觉得 我说出我的想法 说出我的感受 说出我的意见 我会被攻击 好 后来我就完全了解 为什么一个人会得精神分裂症 因为精神分裂症的人 就是完全把自己藏起来 你也找不到我 你就攻击不到我 各位 我们是这么的没有安全感 我们是这么害怕别人不同意我们 我们是这么的害怕冲突 有没有 是啊 当你在不安全感的笼罩中 当你在恐惧的笼罩中 你根本就不敢真的表达 你也不敢真的做你自己 你不敢做你自己 你不敢真的表达 你怎么会有力量 各位 力量来自 展现你是宇宙一部分的能量 而发出你生命中的光与热 力量是相信你自己 力量是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会成功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会健康 你为什么不相信你的身体 会把自己治疗好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命运会越来越好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你可以心想事成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宇宙的力量 是对你有利的 昨天我在三英分会上一堂课 那个工作坊的主题是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自己会成功 后来我告诉所有的学员一句话 因为你把所有的能量 专注在对你不利的因子上面 你看到了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行 这个不符合潮流 这个人家会反对 这个会不成功 这个经验不足 这个学问不足 各位 你所有看到的都是负面的因素 有没有 包括力量 也许你所有看到的都是你不够好的地方 你怎么会有力量 如果你想要成功 一个事业想要成功的人 你必须把力量焦点放在什么 对你有利的因素上面 有利的因素上面 然后我讲过嘛 侧罗记工作人员那句名言是什么 生命会自己走出路 当你把力量放在有力的因素上面 宇宙的力量是对你有利的 整个大环境是对你有利的 你可以表达你自己做你自己 而透过这样的学习跟成长 你们每个人渐渐掩得拿回去你的力量 而且不是拿回来的 是開始發揮你的力量 當每一個個體發揮自己的力量 這整個世界 整個社會 會因為你我而改變 我常講 各位 今天我在台灣 所以我會說 改變從台灣開始 如果我在馬來西亞 我會說 從馬來西亞 我們來改變世界 當你們每個人拿回自己的力量 各位 宇宙會因為你是你自己 而有所不同 世界會因為你而有所改變 這樣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講座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